腾讯视频比特帮来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景春 演好戏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啊 挺好的呀 这个他特别喜欢我这爹 因为我收拾他收拾挺好 既然没不理他 就给他搞一个生意压力嘛 然后以后刚好符合他演那个人物 那个情绪 所以就用这种方法来激起他的情绪 让他叛逆起来 让他恨我 让他讨厌我 他就跟他搞对立嘛 他当时就明白我为什么这样 后来他很愿意跟我聊天 平时休息的时候 他就跑我房间来跟我聊天 而且他是很好的孩子 挺胖的 七星险招 但却收获了无比动人的父子情 王老师这回的煞费苦心可算是止了 只是辛辛苦苦交完儿子以后 他还要抱着老婆狂跑五天 胳膊都拉伤了好吗 哪怕对方是柏林影后 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中啊 Anticiana steep 崩跑是一个比较吃力的事 因为我要抱着永眉跑 然后像永眉那块也不小 对 幸亏我以前键键键锋的不错 这个盖了 排了五天 前天后 永眉也觉得 哎呦 他每次说 哎呦 再来一遍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好难受 然后他就紧张 他就自己想要去帮我使劲 去帮我他越使劲 我手劲越大 就抱着他奔跑那一戏 我天 最后一天晚上都拍了一天 都快两点钟了 过了以后 全组都欢呼了 但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如果第三天拍第三次的时候 就拉伤了 看来这英雄奖的背后 可是满满的汗水和强忍住的泪水 哦不 泪水还是有的 虽然不是王老师本人的 但他为了安慰哭到失控的导演 心里的泪大概已经流成了一片汪洋吧 为什么不光是老婆儿子 连导演竟然也这么不省心 有有有 好多难忘的经历 我哭得一塌糊涂 导演都哭得坐在沙发 都站不起来了 然后我们拍上分享戏的时候 都是副导演喊在听 然后以后导演都喊不出来停了 然后我又下了膳 跟他在那抱着 抱了一会儿 然后抽出烟 导演20分钟以后 把他换过来这样 最后是父子情彩蛋时间 看到对新人演员的建议时 很累的影帝王景春人狠话不多 看看我儿子王源 你们就知道该咋做 都选多像网友儿一样用功 是真实的感受 好多好多了 好多了